内心世界平和安定的人会散发出自然的光辉 散发出自然光辉的人能够看清楚人的本质 也能看清楚物的本质 人只有修持平和安定的内心才能持之以恒 持之以恒的人,人们依附他,上天助有他 人们所依附的人叫做天明 上天所助有的人叫做天子 定则生会,保持一颗平和安定的心 能够让自己更清醒地看待世界万物 太浓烈太艳丽的东西总是不能长久 人间智慧是清欢,自然而然,清净甜淡,方是恒久之道 所谓学习,是学习他本来不能够去学的东西 所谓行为,是做他本来不能够去做的事情 所谓辩论,是辩论他本来不能够辩论的言辞 人的认知若能止于他所不知的境界,那就是极致了 不遵循这个道理的人,自然法则就会伤害他 自然赋予人的天性、本能、禀赋 这是人无需刻意而为,便能够掌握的自然之知 除此之外便是不知 不满足于自然之知,而一味地去追逐不知 便会遭到自然法则的伤害 正所谓,无生也有芽,而知也无芽 以有芽随无芽代矣 被族该有的物质,以顺应形体所需 藏于不谋虑的境地,以使本心鲜活 沉浸自己的内在,使其散发之外界 如果这样,生有万种灾厄降临 那是天灾,而非人祸 不足以扰乱生命的完备,不能够入侵灵台 灵台虽然有主宰,但人意识不到这种主宰 它是不能够刻意去主宰的 如果看不见本真的自己,便妄自发动内心 每每发动都是不恰当的 被外在的事物入侵,却执迷不舍 就算一次次改变自己,都不可能获得什么 反而是在丧失